修正,日期修正之後就加斜線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方法,用Date函數 不過我覺得Date函數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這個方法我覺得比較簡單一些,比較直覺 剛剛我同學改,他好像只有改最後一個 其實他沒改,發現還可以 這個我是沒有試過 因為理論上,當你只有改一個變資料不同意 還是會有問題 所以建議就是把它每一個都改了 改完之後再把這個圖給畫一個在這邊 假設我們希望說 我們未來是希望說這個畫在M1 然後總共應該是10個欄位吧 這邊乘以10寬,然後列也是乘以10 那畫一個之後再畫下一個,下一個的話是人民幣 所以下一個的話是人民幣 可是你要選的時候,剛剛是A1一直到B27 可是如果你選人民幣的話特別重要 你不能直接這樣選 按SHIP鍵選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會選到美元 如果你假設這樣直接在插入 那個 折線圖的話,你會發現 它出來的圖會變成不對的 為什麼?因為你多選了這個範圍 那怎麼辦 很簡單 避開它 那怎麼避開 選的時候特別注意 你變成要分兩次選 第一次的話是選這邊 然後按SHIP鍵 或者你這樣按SHIP鍵 先選這一塊 然後再選這一塊 那怎麼 換到下一個這個地方 記得 再按Ctrl鍵 然後再點一下 C1 然後再按SHIP鍵 再去點 這個C27 記得按SHIP鍵 這樣就OK了 特別注意 這個動作不能做錯 做錯你會選錯 OK 看起來沒有很困難 但是其實 我再做一次好了 1 游標放這邊 2按SHIP鍵 然後呢 這個比較特別 這邊要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再去點 C1 然後再按SHIP鍵 再去點 C27 OK 這樣沒問題 然後再按插入 人民幣 有沒有 然後一樣折線圖 有沒有發現人民幣的匯率就出來了 他也是高高低低的波動 但是感覺好像波動最後好像還是 會回到中間點吧 OK 好 那不過好像還是稍微偏低一點 所以等於是 人民幣對新台幣來說 這一段時間應該是貶值的 所以台幣好像還比較強一點點 OK 好 那再來一樣 把這個圖怎麼樣 搬到哪裡呢 搬到人民 這個美元的這個下方 我希望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一樣把它拉一樣的寬度 那高的話一樣高 一樣高的話就是施列 施列可以到20好了 位置的話應該就是到 M11開始 那下一個圖 然後呢 一樣的方式 請你再幫我做歐元 歐元的話呢怎麼做 一樣 就是這邊 那記得一樣 不能連續選 所以一樣是選A1 然後按SHIP鍵 再去點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 按Ctrl鍵 先點D1 按SHIP鍵 再去點D D 這個 有點 反正你做熟應該就知道 按SHIP鍵再去點最後 SHIP鍵是連續的 OK 這樣就OK了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然後再來一樣 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 這個折線圖 還有資料標記 歐元又畫出來 所以歐元對美元來看的話 相較於 等於是說 其實歐元 變成說 歐元它是在 它應該是本來是 升值的 後來又變貶值了 OK 所以 這個算起來的話 好像美元已經算弱了 可是歐元更弱 為什麼 好像歐元前一陣子真的通膨太嚴重了 所以這個可能是相對關係的 所以一樣把這個圖一樣把它放到哪裡 假設我今天希望把它放到它的下方 所以你 點它之後移動 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這邊 這邊的下面 OK然後這邊一樣 應該到M21吧 然後寬度的話一樣是10欄 高度的話一樣是10列 10列的話到30的位置 30 OK 那以10類推 所以總共的話應該會有幾個圖 總共應該有10 後面有10個匯率 所以應該會需要畫10個圖 你說老師那10個圖 其實也還好啦 10個圖 但是 如果假設你這一個事情是每天 甚至不是每天 甚至每個小時都要做一次的話 那不能浪費時間嗎 所以待會 我會教大家 用程式來解決 程式按一下 全部OK了 全部OK 所以你會發現 寫程式太快了 簡直是好東西 因為你之後就不用重做了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熱愛寫程式 因為我不喜歡做 浪費時間的事情 誰會喜歡浪費時間 所以 馬上寫完一下OK了嘛 但是 這個 很多人不會 不是很多人不會 大部分人都不會 沒學的人怎麼會 OK 所以要怎麼樣能夠快速的把 10張圖畫出來 那當然 你們在 寫程式之前 可能就是先 用人工的方式先做做看 待會我們再來講 如何讓他自動完成這件事情 自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 全部看得到 誇張